好 要開始哦 我先把我頭關掉一下 OK 誒誒 看緣應該是不會啦 微博微博微博 隨便選一下 微博 來 前鋒來了 這才是正常 但是這次的話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沒有嫌那麼皮了 還是要好好的 就趕緊準備好一個狀態 是的 對 沒錯 全力與國 對 像這個證明就比較的扎實 常見一點點很扎實 看來這一組也是 但是他們 因為是祭司被ban掉 對 他寧願放機械師出來給你修 他也不要讓 他們有祭司去翻盤的機會 所以就變成 呃 他們這邊 突破口比較小 因為就算他很早突破機械師 可能娃娃沒抓到也是個弱勢 那如果先突破了先知 那本身祭司在外面修 所以這邊這個組合主要就是 呃 比較平均的一個打法 但是相對聽起來很好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們 很難有翻盤的機會 對 這個局勢的什麼樣的走向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固定的 對 沒有辦法像有那個祭司啊 或者是其他角色有那種 像 額外特殊的翻盤機會 或者說 小門那邊 對 或者說個更恐怖的 那就是鬼屋後了 這個 鬼屋後 基本上都往那邊走 但是鬼屋後那個位置 有個 車 嗯 這就是看他們對內怎麼先知閉合了 是的 呃 我個人的話呢 我還喜歡在終點戰隊伴場 因為沒有車的因素 不過夢之女巫其實也不是特別特別喜歡車 對 他 你不太敢 你不太敢 你不太敢上 對 那這裡 楊某人選擇了夢之女巫 不會 不出意外 不會什麼 不會什麼 巫的 ZQ對上 微博 喔 求生者 喔 喔 沒有看橋上的 喔他這一線藏在地下室 那這邊的話 哇 他這邊看到了人 沒看到娃娃是好事 那這邊女巫帶的是底牌加一刀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唉唷呀 哇 這一個真摯 翻錯邊了呀 對 他根本就沒有心跳 他只看到自己的計身了 我的天 哇 哇 那這邊一個 天 烈的 開局 喔 雖然說娃娃跑出來了 但是他可以扣去打他 因為本身有個計身在手而已 這邊計時的話也才頂多最快才剛到五層 然後這邊擋鳥救了一下 那這邊的話再刺一刀走嗎 怎麼牽制的動啊 牽制不了 對 他現在覺得盡可能的把自己兒子機亮好 保證自己兒子不會干擾就好了 對 對 沒錯 那補個技能給堂哥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像剛才開局說的就是說 這個組合雖然說穩健 平均 但是真的翻盤機會小 很容易因為一局的走向而固定了 哇這邊撞了下 這還是被咬被打了個半血 唉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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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這樣子的話 唉唷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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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雖然說現在可以穩穩的修掉兩台 但是這兩台之後會非常非常的煎熬喔 那現在這樣子 機械師被二掛了之後 只有前鋒有球 他在解自己的寄生 沒有半個人要來救人 那現在這邊如果全部都被壓在 起點站修機的話 後面則會剩下一堆機子 在終點站 那這次還是在補了一下 打了個寄生 是機械師了 但是這邊又沒被寄生了 要不要再打一下 哇 他他他他他 他太遲著去彈這個護腕 喔 好這邊的話過去的話有沒有去掉 有沒有去掉 喔去掉了 好那這邊的話 機械師被掛飛了之後 傭兵跟前鋒還要摸鞋 但是女巫不想給他們的機會 先跟了過去 那這邊的話 雙重操作這邊 老羊的優勢 非常大之後 反而讓他的 觀念 一而連在的連接上了 是的 那現在畫質 一台是 算是也是這樣啦 所以現在就算是修掉三台了 對 然後現在的話 還有那個娃娃的機子 這樣等於說還有一台完完全全乾淨 但是他躲在那邊 沒想到被看到了 唉唷 只是做了個刀 這個地方要拉球 要拉很多球 能預判到嗎 先避球 唉唷 好穩穩的 反正現在優勢很大 閃現代掉 哇 哇 因為他現在本身已經優勢太大了 他慢慢的磨慢慢的磨 然後他現在的話 本身就算把機子給亮了 我跟你們說機子 雖然說是要亮的沒有錯 但是因為這張是大地圖 光要摸那個機子 你走的時間也是時間 所以沒亮起來 在大地圖沒亮的機子的話 真的也是算很虧的 好 這邊的話想把機子給打開掉 但是沒開 好 那這邊前鋒的話 要被逼救了 那這樣子沒有不完的傭兵有點麻煩 有沒有蓋板 蓋蓋那邊的板子 然後這邊救人 打了一刀 這邊已經沒有搏命了 前鋒還有半顆球 喔�閃先不要比你斷衝啊 穿了啊 誒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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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真的是 完全不給任何一點機會哦 真的 迷巫現在根本就是 不斷不斷把他的 優勢一直不斷延續下去唷 那這樣這一把 真的要被四殺機會很高很高喔 哇那現在這邊修掉了 第三台機就是完全乾淨的一台 現在只需要再把人救下來 而且再把最後一個八層的機子修掉就有機會 那現在先知完全沒有被注意 看來是很有機會可以修掉的 好那這邊的話地窖在左邊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人注意到 其實他們這邊的話求生者還能把機子給趕完 其實算很不錯了 真的很不錯了 但是現在先知的話沒有鳥用兵也沒護完 哎呦直接帶走 那這邊的話直接在寄生一個先知 那這樣子有辦法開嗎 傭兵是一定能跑的 但是現在危險的是先知 他沒有球 也沒有鳥 這樣子被量會很危險 好這邊逼你開 好開了 那這邊的話閃現這一隻還有55秒 另外一隻呢 另外一隻寄生呢 哎呦躲不了 躲不了 哇這邊夾急啊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給了一個跑一的機會喔 是的 等一下這邊可是傭兵還沒開門這是個重點 我還沒開門 對 他剛才還沒有趕到門的地方的時候就倒地了 那這樣子的話很有可能真的要被 死殺啦 原本有機會的 但是因為 限制剛掛 那這樣子的話 傭兵如果能 撐住 但是他現在離地窖越來越遠了 我這樣沒機會啊 太遠了 又沒技能了 而且一刀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真的會找不到嗎 真的會找不到嗎 唉 撞臉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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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閃到 然後再技身 技身再一刀代掉 好 那這邊的話 直接開始 技身 堵在你的前面 然後這邊主體再過去包 這兩隻都沒閃現 這兩隻都沒閃現 片像有閃現 他們開始選 选哦 第二回 第二局是李奥 那这里的话果然搬掉了是李奥的雕刻家 那对面现在跟你往保平方向去打 你打到BO3你其实是很难受的 因为第一轮的话8比1 分差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说这局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一定要打球是 那地宝这边选择搬掉是戒施前锋 放傭兵 因为上这种搬选一般都是选择 什么东西遇过几次 你说羊某人是不是 我搬的是戒施放先知随便打 因为先知鸟可以控制的 我可以去夹活 羊某人在排位也是有遇到啊 有素材过啊都在YT都找不到 只是这一季的素材比较没有他们 应该是因为他们都专注的在玩手机 没有连到PC端 给机会 所以就变成说 所以所以 呃 PC的人才目前那么短缺 应该还选了一个快秀的阵容啊 因为他们为了打比赛 所以完全就是没有把他们的 没有去连接那个PC端这样子 嗯 我觉得可以 啊之前上一季 因为还没有打神渊嘛 所以 大部分人基本上都遇得到 是的 就看空军要不要点吧 对 空军点出来的话呢密码机快很多 密码机是要快 但是也能点出来 但是也能点出来就是 卡的也很自受 是的 然后ban掉机械师跟前锋 然后 然后求生者选了空军 技师 先知 ban的雕刻家 然后放了 诶 最后选了个傭兵 对 代表他们是比较怕低宝的雕像的 因为毕竟刚才低宝的雕像真的是 表现得很好 但是在后面的处理上太过于 贪的 对 贪又急了 对 说不定的 是的 佣兵先知都可能被处理掉 是的 是的 呃这样子就看这个局怎么样了 这个局关键点还是在于 呃 还是卡蒙吧 还是卡蒙这个 对 这个先知位置 对 他能不能进大房子 能不能刷在大房子 能不能跟祭司打出配合 对 看他的点 嗯 主要还是看他的点 对 开局的点还是太重要了 这边的话 帝宝肯定选择一个帮帮了 嗯 对的没错 梦军女巫的话就想贪分 嗯 想要拿分 但是风险性太大了 是的 这个这个阵容梦军女巫也不好打 嗯 说实话 这个阵容梦军女巫也不好打 嗯 唯一特别克制的就是 空军这个位置了 这边 这个 景旗都等过来了啊 景旗 天天有 对 哎 出了个帮帮 嗯 帮帮在里奥也还是 是 可以发挥 但是 这个组合 只有 抓先知跟 空军 有比较大的图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 第二局的话 是我们的 第一宝 监管 帮帮往小屋去 那 ZQ的话 呃 小屋的是 佣兵 哇 这样撞得不太舒服 因为 先知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邦邦其实是带底牌跟风霜 没有一刀 哎呀 那这样子的话 刚好先知在那里 不过先知已经在那边待命的话 其实马上撞到邦邦 也不是很头痛的一个事情 那这边的话先看一下 耳鸣没有人 废墟这边没有人 那这边的话看到耳鸣之后呢 也看到大洞 那看到邪界先确定他是谁 是先知要抓的目标 然后先踩个板子打大洞吗 对 那这边的话已经要去 先把洞打掉 好那这边的话可能就要靠传送了 但是传送知道小屋的是 佣兵 那这边他们打得很稳 我现在就是跟你耗 我就佣兵修计就好了 那如果他真的又过来了之后呢 看他其实没有抖动的话 我们就先摸一下解乌鸦 但是爆乌鸦了 哎呀太久了 不过至少他追的是祭司 不是很香 因为他修的最慢 那现在的话就得把 祭司给抓掉之后呢 赶快传送到 先知那边去抓 那现在刚才接炸战的时候 祭司吃到了一炸 现在要转进去工厂 不好转 路都被断了 那这边的话 直接原地炸 有办法炸到 有炸到了 再打一头 这边给鸟挡住了 那这边的话祭司要继续 不断的往工厂里面靠 那这边的话 靠进去了 但是他手上没有动了 有办法连炸把它炸掉 那这边本来以为他要上二楼 但没有上 那这边的话再接一个炸去炸他 炸到第三下 那这边只炸一下 那这第四大没炸到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那这边的话 鸟子已经三台要被带掉了 然后遗产鸟的话 目前是大房子有一点 诶 直接修机不管他了 因为我觉得 他可能就觉得说 你现在不抓我就是亏 那这边的话祭司又打动下去 多拖延又跨了一扇窗 棒棒 跨窗慢 那这边的话 封窗封起来 然后再继续抓祭司 有没有第十炸弹 没有用 那这边的话直接下去 哇 这样子祭司成功拖延非常长的时间 那这一把 诶 炸到了 第十炸弹炸到祭司了 那倒地之后挂起来 现在只有第四台才刚修 第五台完全没有摸 那现在好像是空军想要来救 想要开枪 把他带走 想要秒救的样子 所以要秒救直接开枪了 啊金森 金森起来 哇 那这边的话救不了 千想万想 没想到他切金森 这样子棒棒打不了开门战了呀 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 棒棒要 呃 好好的 追死这 这一个祭司 然后再带一个人 这样子就会 才会平 至少有平局 那这边切金森的话 其实说真的也是明智的选择 因为他不切就被秒救走 秒救走的话祭司 很有可能就马上又开始六起来 六一波 但是现在第四台祭司 已经要修起来了 只差 第五台 那现在先知在帮空军打血 确保下一 下一波在救人的 在修祭的时候 比较不会秒倒 因为现在求生者优势非常的大 那这边要选择不救祭司 不让他打一个手蚁战 就是刚才说的 如果棒棒前期角色 没有把他打出一个效率的优势的话 其实基本上挂了谁 我们就不救了 反正我们不冒任何风险 因为大家都知道 棒棒手蚁的功能 真的是很强很强 那这边的话我们炸用兵炸到了 那我们这边是没有机子的 确定还要继续抓用兵吗 精神最后一台了 真的确定要抓用兵 用兵还有两个护腕空军 翻了一个香水 哇那这边的话 空军跟先知分别 各修一台样子 没有然后面 会合在一起了 那这边哇炸到了用兵 那用兵剩下一个护腕 有办法把他逼掉 如果不追食用兵的话 可能就被三跑 那现在的话 比较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打三杀了 好那这边再再一个 有没有 好那这边的话修机 那两个人在很远的地方 那棒棒能不能够用他的第六杆 知道要救的人往哪里走 但是他这边要迁去哪里 他想迁去那边 但是这样会不会有点太接近大房了 那这边直接亮机子 不管你了 反正你是精神 哦哦 逼你平局啊 那这边的话空军好像想偷 没有啊 这边只是在后面晃而已 好那这边的话第二局 就像刚才说到的 DQ他们拿平局 其实就会很稳的哦 果断的卖掉了 好开始选角了 换人上场了 哪条客家 也对 因为 但是 不选啊 我觉得余生可以不选 这个条客 好像想打你条客 但是 我觉得这条客家可以不选啊 我保平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拿个 VQ 被监管者是换上 余生 然后 呃 呃 BAN的用兵跟基业师 然后 支援求生者 微博 BAN的邦邦 选的 野人 前锋 呃 呃 呃 这个冒险家 跟祭司 有祭司的话 其实变化性就很大 那 冒险家 其实就是一个关键 如果 抓的太早 太关键 那一样也会没了 可以用啊 可以 看下微博界面的球员阵容选择了 野人 岩这角色是非常惹怕安的 嗯 而且冒险下的角色比较可 比较可家 对 我觉得安打这个阵容是很舒服的 那就 这把的关键点是什么 唐哥 唐哥 这把大概率应该是要追唐哥的 唐哥怎么秀呢 对 这把大概率是要追唐哥的 是的 不是 他不是要他操作起来 而是要他牵制起来 对 这把的话 他是肯定要带双坛的 对 因为两个点 祭司大房子打大洞 这张图底想找冒险家 好 锁起来了 是的 你找前锋 前锋双坛 对 只能追前锋 你只能追前锋 除非你找到冒险家 很难 看这边余生选择什么样的角色了 还在犹豫当中 雕刻家跟安 雕刻家是有这个给对面拿分的 如果选择安的话 比较保本 开分战是不惧怕野人的 是的 两跳野人一刀 下一跳 直接把你秒了 对 开分战这里就没有 除了祭司之外就没有流氓 对 对安来说 如果选择双坛的话 开分战 但是你还选择双坛 想拿呀 直接确认 确认了 直接确认了 拿出来直接锁起来 他就是想要拿分 硬刚 想拿分 嗯 是的 有点平安 好 这边的话我们余生的雕刻 先往大门 小门废墟那边过去了 但是现在刚好遇到的会是前锋 那前锋的话能不能够溜 现在干扰耳鸣还在 那这边干扰耳鸣要结束了 好听到耳鸣确定人在这里 然后带来是一刀跟封窗没有底牌 好这边他开始跟他做博弈开始在找人 那这边的话前锋有很好的狗好 会不会以为是冒险家 诶 这边真的以为是冒险家在找小角角 哇这边的话刚好这样子就没看到前锋了 他以为这边是冒险家 结果没有 是前锋 哇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找了个大房 现在改不找那个前锋了 误以为是冒险家找不到 而且像刚才的话也有说到一个重点就是 他本身是一个有冒险家的一个组合 他代表是闪现 然后而且没传送 而且又没有底牌 又没有脆火的状况下他怎么找这个冒险家 真的很难 而且加上刚才真的真的他没有看到前锋 那如果那边一直抖起来了 他很有可能直接过去找 结果又是一个前锋 就完全全让这冒险家活起来 诶这边被夹掉了 不让你走 有没有办法夹第二下 没有办法 那这边的话赶快跑 这边祭司送了一点优势 但是能不能溜起来就看他自己了 因为这波的话是一个闪现 他能不能做好 好这边再夹一下 这边直接跨窗 这边手上洞还差一点点时间 这是一样又是下板的这边闪现带掉 好那这边的话变成说 呃冒险家本身手上还没有保障图 但是有一台机子已经亮了 那第二台已经 八成五 那这边的话另外有两台 一台是六成一台是四成 对那这边的话就得看他冒险家后续 怎么去赶快把机子给补起来 然后前锋要怎么稳稳的 修姬呢还是野人去救 好这边的话是野人要去救人 前锋只是在躲个雕像 那现在这边的话实际还很充裕 能够慢慢过去稳稳救下祭司 但是这边的话 哇这个预判插刀 这个野人他预判插刀 我这边前锋撞过来了 他开球过来 他撑他不注意的时候 撞过来了 哇漂亮啊 那这边的话就变成 让那个祭司跑了活起来 而且刚才野人也预判了 雕刻家的插刀 打出他直接在那瞬间下出 直接逼他插刀 没办法雕像手人 哇这个真的 微博完全不给 机会了哟这个真的 那这边的话夹了一下前锋前锋 还剩下一咪咪的球 刚才拉了超长的球过去 撞了在这边 哇打了一刀 但是这边有冒险家 会转吗 会转打人吗 没有继续踩板 现在还不确定他到底追谁 好这边继续追 前锋没有去管冒险家 但是被马上夹掉了 那现在祭司跟野人还没有打好血 没办法救 难道他变成要让冒险家救吗 那这样子 刚才 秀一波救走 反而就没有太大的优势啊 他把这本书也挖完了 他能把他点上这台机子 直接点掉 哎呀喂呀 没有搏命 哎呀尴尬 现在 现在 还是在抓前锋 哎呦呀 那这边现在的话 呃 野人跟祭司 不知道有没有在摸血 但是打远洞 在修机 在抢机子 但是你不好救 你不好救 没关系 哇那这边这把 原本前面很秀的 没关系 应该先把野人或祭司其中一个补起来去 救人才对 是的 那现在11%机子 修掉了第三台 第四台修 第五台还差一半 一半的状况下大家都半血 怎么救前锋 没办法救 那这样这把的话 很有可能走向拼去 但是野人跑过来了 他想做个干扰而已 但是因为 在闪现的话是没有办法抓到 但是这边赶快穿洞 躲起来 有没有夹到 没夹到 好这边的话只剩下 最后一次雕像 还是没夹到 没夹到 好那这边的话 可以继续修机 如果远洞 能够这个时候用 没有被打掉 亮机子就很有大作用 好这边要亮了 要亮了 要亮了 亮了 好这边的话 直接开始去找大门的人 这边没有底牌 还传送在大图的里 要真的有点吃亏 他的闪现只有在前面抓祭司 有比较好的发挥 后面比较没有什么很好的发挥 那这边的话野人在开大门 那小门那边的话是 是 冒险家 但是冒险家也往大门去 现在又往小门去 因为知道雕刻家现在在那个方位 但是这边祭司的话主要是在 好像在等远洞 哇 哇爆屋压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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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哇尴尬尴尬 现在 现在按了之后 诶 有没有看到 没看到 现在完全躲起来了 没有看到 诶 诶 插身而过 诶 看到了 哇 那这样子的话 应该就是 死守 这个冒险家 应该不会冒险 再去 抓祭司跟野人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们平局 会导致他们下一把 呃 至少 至少三跑配四杀 或是四跑配三杀 他们才会赢 诶 不是 微博才有办法进行到第四局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呃 微博的压力就 更大了 对 下来是个平局 对 都没有拿 选择安 是的 看他怎么想 好 开始拳脚了 各位 那现在 微博的求生者在构思 微博这一把 非常非常的硬啊 不管是监管还是求生 他们现在这把求生 你看 班安掉的是艾哭鬼 对 对 放你雕刻邦邦 你随便随便随便选哪个 确实这张图的话 艾哭鬼也 艾哭鬼的二杰 他开门战也特别想 对 他也是一样的 有加速 有加速 艾哭版在 有棉版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 这边安的话 也是因为就是 让他没办法打一个屁 那邦邦跟雕刻的话 就是会比较难去做追击 因为有上下高低差 那现在的话 求生被ban掉 先知用兵跟野人 哇 他们这把求生 真的最少要三跑 如果能四四跑的话 他们监管的压力 也会比较小一点 要三杀 对 我觉得这两个也行吧 但是因为有棉阵 他们这个图要四杀 哇 真的 除非一开始就拿到一个 非常大的优势喔 对不对 那现在这边 反而选的 机械师 冒险家 祭司 跟永兵 这样子 拼修忌吗 那这样子很容易 继续是被抓死了 对 很容易被抓死 我会把这个 对 因为你帮帮能掉回家 那就让地图打 祭司 那 这边是预判他之后 红夫人 那我可以打帮帮的呀 你这么选 对 我可以把我可以打帮帮 掉回家了 也是 如果这样的话 掉回家反而不能好一点 不能换 微博人不能换 我就打你红夫人 不能换 现在是换成是这样子的一个配备 调香师 这样子的话 冒险家还是不太能保 因为 带传送的几率很高 脆火几率也非常高 因为有冒险家这个角色 我这就是留一个呀 对呀 他压力不大呀 我留一个红夫人 对于我来说调香师不也一样吗 调香师没有用啊 你这么一想的话 调香师这个点 我没关系 我开门站留你一个 没有一样的呀 我觉得是 这样子选择 有一个温豪在里面了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他一个 到底吧 毕竟现在时间还是有的 对 呃 最后五秒钟 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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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防你红夫人 看一下女生吧 这边要四跑有点难哦 我真的可以啦 我真的可以啦 没有我开门站是一样的 红夫人 就是一张纸 对呀 那好吧 这阵容实在是 雕刻家 哇 看来是想封物楼 穿 炊火传送 风冒险家 然后 对 好那这边的话 第三局的第一回合开始 这边余生雕刻家 开始出发往中场去 然后 先遇到的是 呃 宮本 神jem 母统 神尹 轩 带了个底牌加一刀果然是想 但是沒有帶催火 他沒有帶催火啊 好那這邊的話就變成說他先 好像剛才錯過了冒險家完全沒看到 然後這邊的話先遇到了祭司打洞走了 然後這邊站在二樓等他 那這邊的話如果要繼續追的話可能會 這邊的話雙方跳到不同的地方但是祭司沒注意到 那這邊空地的話祭司有沒有洞 有一個洞還可以做防身 然後這邊果斷在傳走繼續跟你玩 然後這邊的話雕刻加果斷傳過去 但是沒有上二樓直接往前走了 可能是不想讓他干擾到隊友 好那這邊的話已經緊繃了 這邊洞已經用完下一個洞CD時間會非常非常的久 那這邊的話相對剛才祭司已經被夾到了一次 如果再被夾到一次 欸這邊剛才小lag了一下 欸欸欸欸欸打了一刀 那這邊的話冒險家還有條像是個傭兵修的機子 有一台最快的已經八成了 第二台是七六成 第五台是五成 那我們這邊的話能不能躲到夾 躲不到那這邊動的話還差很久的時間 欸沒有夾 那這邊的話剩一個雕像 怎麼做處理 這邊的話祭司應該差不多要倒了 好那這邊抽到沒有抽到 那這邊的話繼續裁板 那也是傳送剩一個橫向的 能不能抓到 這邊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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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邊再打一刀打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變成冒險家 目前手上也沒有寶藏圖 但是修了兩台機子 第三台已經將要亮了 那現在剩兩台 兩台狀況下化冒險家 現在最好是不要修機 直接去翻兩張寶藏圖 讓條像是好好去說修那個最後一台 這樣子才有辦法趕在祭司 二救下來 哇這邊的話有點打的刀找了 有沒有 傳過去了 跟著過去不讓你躲到刀 哎呀 哇 差點被抽到 但是被夾到了一下 這邊很關鍵 這邊的話如果再被夾到一下 就即將要倒了 能不能牽制 有 啊不行 還是躲不了 那我們這邊用變化 得卡著半血 好好的去等最後 兩台機子亮 但是 現在條是修的那台 才即將要三成而已 那這邊冒險家已經翻了一張 還差一張 如果翻完趕快去把機子修完 傭兵二救之後 還有機會可以幫忙扛刀 這樣他們三跑的機會 還是很足夠有的 目前還沒辦法確定雕刻 到底能不能夠平局 如果這一波救的不好 平局就會很有可能性很高了 那這邊的話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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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喔 夾到一下了 哇這很關鍵 喔喔喔喔 沒有沒有 哇 這邊直接兩下撞掉了 這邊的冒險家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他趕來了 但是這邊的話已經壓好機子 要比他插刀 那這邊的話他現在只能用雕像把它帶掉 帶掉了 你們現在打到冒險家 哇 哇 這把這把真的刺激 那現在的話冒險家很有機會讓 調香師或祭司去偷掉 為什麼 因為這邊祭司的話本身還有洞 但是他現在選擇打洞走 但是現在這邊的話 他如果傳送了 這波就沒了 但是門要開了 他要不要傳要不要傳 沒有 因為這邊冒險家剛掛 那這邊看到沒有人在 但是也很丟錯地方 成功三跑了 哇 這邊選擇不攤哪 對不攤 那為什麼變成這個畫面 哈哈哈哈 好現在要來 開始喔各位 最後關鍵的地方 能不能夠奇蹟四殺 那就看他幫幫拿還是選擇 但是幫幫的話其實要四殺也蠻難的 對 因為放前鋒 他想找這個機會 但是對面我覺得不會上當 真的蠻難的 我就拿 我拿我 對 我拿我不就 除非百分之一百的撞就 對 除了百分之一百的撞就之外 我就不拿 是的是的 我這個球就不用了 我就捏在手裡面了 那前鋒必點 剩下先知入鏈師必點起來了 果然來了 還有一個先知也點 因為先知可以拖長 隊友的這個牽制時間 那你看這個陣容 修機是很快的呀 這個陣容 就覺得很快的 這邊的話選了 陸鏈師 前鋒 先知 空軍喔 那這邊選幫幫的話 真的也不是很好的選擇了 現在 只要跑一個他們就沒辦法了 難喔 對吧 兩個就是不好追 那剩下的話呢 空軍你找槍只要不空 問題不大 只有先知 是個最大的突破點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沒有ban掉艾哭 我個人覺得 他真的選艾哭 真的機會反而真的會比較大 因為畢竟是有眠陣 是不是 可以善用那個力 畢竟他們沒辦法好好的上下跳的話 其實是很好的選擇 那畢竟 ban的是女路跟雕刻 如果第一寶對艾哭有一手絕火的話 我真的覺得他可以選 不然真的就是可惜了 因為你轉點修機也會有職火 救人也會有職火 然後最後最後你們要開門也會有上職火 對 對 這兩個 那這樣子的話 兩個 兩個 都堅固了 在這張地圖 真的是有 艾哭很需要 應該是鎖了 應該是鎖了 你看當隊伍選擇球穩 穩球穩的時候 卡木這邊選擇成功 小姐這邊選擇先知 是的 是的 然後大龍 選擇 入練師 在Maker玩 全能補位 其實我們很多人就感覺到了 他們隊伍裡面 約瑟夫沒辦法啦 約瑟夫真的沒辦法 約瑟夫除非剛開始就直接 小提琴強 這個角色是可以創造奇蹟的 這個角色是可以的 是沒錯但是 不是好就是大 不是大好就大壞 這隻角色 最後最後關鍵的 第二 第三局的 第二回合 微博能不能夠創造奇蹟四三 那這邊的話 就是 ZQ先撞上的是前鋒 不管他 這邊沒有人 然後再來是 墳墓區的空軍 確實過去了 然後這邊的話 空軍已經 通風報信到先走了 對 那這邊的話 嗯 有沒有忙 忙拉到 有沒有忙拉到 哎呀沒有拉到 呀 差的有點小遠 但是這個時間被拖上了第一根玄 沒了 確定還要繼續追嗎 那這邊的話 帶的技能是傳送已經好 時間上已經過了快一分鐘了 已經55秒 56秒 一分鐘好 傳送 帶人有沒有帶到一個牽制 剛好中標 欸 沒聽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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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 相對 是因為 求生者的壓力非常低 監管者壓力比較高 所以 會比較難哪 監管者真的會比較難 那這邊拉到弦三次之後呢 再直接給他限拉 沒有 這邊預判了一下 拉太遠了 有點急了呀 哎呀 這樣子已經被修掉一台之後 的話要怎麼辦 你這樣子 打 四殺 除非真的能夠 帶出來嗎 手藝戰很重要 但是先知現在吃了一刀之後就加速走 沒有上大房給了機會 這邊的話最後一次機會能不能再拉到 這是非常關鍵的機會 沒有 還是沒拉到 哇 這邊 又被蓋板了 又吸到鳥了 哇 這邊 真的是先知把這個 把這個低寶的 把這個 電掉 那把他那個低寶的小天家 真的是 整個 Suddenly 整個 後來 現在的話已經修掉三台 加上第4台已經八成啊 哇 跟他長球撞 這邊是多少的球很長 哇 這邊的話直接走了 這邊是3分三的球 哇 直接把他秒掉 在後面開始準起來了 哇 這個 這個機子 哇 敲了 哇 哇 開始反轉 開始反轉 這一波 掛椅 依舊下來的 神奇秒電 給了機會 但是現在還是很緊繃 哇這沒電到 這邊還是直接開始直接打嗎 能不能打到 這邊有鳥 能不能電 這是個重點 哇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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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竟然 插刀把鳥打掉 這邊的話想給它三層緩 然後之後快速電掉嗎 這邊已經沒有 一技的 技能有沒有電到 哇沒電到 哎呀 哎呀 熟不了機子了 熟不了機子了 哇 哇 這個鳥 瘋狂的吸啊 盯著你不放的溜啊 這個 小婷家完完全全被這個先知 給秀了呀 這個真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 還有機會 他現在 對 這個市場馬上就要好了 哎呦 電了一下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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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架子 有機會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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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打 哎呦 強行過板 打下去 這邊 哇 拉起來了 這邊的話先知已經在修新的基石了 哎呀 這邊節奏真的很難打出來了 這邊手上的槍有沒有用 不想用 有沒有用都沒關係很好 保一個跑 好那這邊打了一道之後先半血走 然後這邊的話已經沒有傳送的小婷家 先知完全不怕的一直休息 剛好有個高低差差也沒辦法干擾到他 但是他又在踹了第二下剩下半台 但是另外一台本身已經修超過這台機子的量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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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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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哇哇 剛才那一波可惜的沒有把握好 這邊可能真的是心理壓力上太大了 哇這邊的話已經成功躲掉那個範圍走掉的前鋒 現在機子已經九成了這一定是穩壓好的了 哇 哇 哎呦喂呀 哎呦喂呀 還是沒拿到 那這邊直接亮機子 不給他機會了 哇 這樣子的話旁邊兩邊的門 都有人在點 這仙子又過來皮了 你秀了一整把 還不夠 還想跳地叫 還想犀鳥 哇 你這個仙子 真夠絕的 哇這前方還過來 裝了一下就仗著人家沒 一刀 電他沒電到 又被開槍試跑了 這仙子還在看哪 你這個人是 多皮啊這個 這車有沒有動 沒有動 哎呀這車也不幫這個監管啊 真是的 有沒有電 沒電到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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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皮 還行 真是的 沒有 Kapit 不確定 不確定 失 Knights